大家好 今天晚上我是伤寒论师讲的第一讲 就是桂枝汤症的疑难问题及其临床 因为桂枝汤是伤寒论的第一方 所以作为第一讲的内容 作为介绍 恐怕有的同学恐怕有想法 就说谁不知道桂枝汤 这桂枝汤还有什么讲头 但是我今天晚上给大家讲的桂枝汤 和全国教材讲的不一样 和传统观点有区别 因此尽管是大家都知道的桂枝汤 您体会体会 我对这方面的理解 看个对还是不对 就能引起大家的思考 引起大家的思考 我今天讲的这个重点和疑难点有两个 一个是我们如何理解桂枝汤症 这里面这个一个重点问题是自汉的问题 第二个重点和疑难点就是 我们如何理解桂枝汤 那么这里面的重点是少要问题 大家看一下张荣景论桂枝汤的条文非常多 28条 但其中有五条是重点条文 也就是第一条第二条第12条第42条和第54条 这五条是桂枝汤正的重点内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五条分别强调了某一个主题思想 某一个主题思想 我们大家都知道发热乌寒头疼脉腐 这是太阳病的主症 也就是太阳沙寒症和中风症的脉症的共性 在这个基础上就在发热乌寒头疼脉腐的基础上 如果是在具有自汉 脉腐弱或者腐缓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 人家属于太阳中风症 也就是桂枝汤症 是这样 这是一个戒备点 也就是诊诞的思路 诊诞的思路 这五条条文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因为这属于桂枝汤症的重点条文 重点条文 我们讲解伤寒论 一定要分析张文景的原意 我们必须得尊重原文 这个张文景讲 桂枝汤症的病机是羊腐阴弱 这是第十二条讲的 然后呢 在九十五条又讲 盈弱为强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 那么桂枝汤当中的哪个药治疗阳腐 也就是治疗为强 哪个药治疗阴弱 也就是盈弱 这个我们必须得明白 强应该是用泄法 弱应该是用补法 那么我再问 那么我再问 桂枝汤当中的五味药 哪个药是泄的 哪个药是补的 我因为啊 我们针对这个强和弱 泄和补这四个字 这才是理解 桂枝汤方正的关键所在 尤其是补 而不是脸 因为我们教材一直讲 熟脸 一直讲 少咬是酸瘦的 脸汉的 脸汉的 我因为呢 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呢 桂枝汤症的重点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阴弱的汉字初 第二个是麦腐弱 阴弱的汉字初 这是迪士尔条讲的 麦腐弱45条讲的 阴弱的汉字初 他提示了 你在治疗当中 你要养阴止汉 对不对啊 你阴弱到这汉字初 你不得养阴止汉吗 麦腐弱 其实你要伏证皆表 因为我麦腐主表正弱 正气不足啊 说你要伏证皆表 说我们必须得理解 张景 我们通过张景的原话 来理解 整个条文的本意 我认为 桂枝汤症 包括桂枝汤症 让方子一共有五个难点问题 第一个是麦腐缓的意义 是个什么意思啊 麦腐缓啊 第二个呢 是少咬是脸汗的吗 这个呢 我今天讲的和全国教材讲的不一样 和传统观点也不一样 我希望大家要重视 第三个呢 贵致本位解机 就是张景的原话 第十六条讲的 解机是个什么意思啊 我们平常讲都是解表啊 你怎么讲解机呢 机和表有什么区别啊 这第三个难点 第四个难点 张景在桂枝汤的方说柱上讲 大汉并不出 也就是说 您是一个发汉的方子 汉发的越大 邪气走的越快 邪气是通过发汉 取出去的 但是张景说 你发汉 去邪 这是主治 但是呢 要 发小汉 要威威的出汉 不能出大汉 你要出大汉 事情正好走向翻面了 并逼不除 也得说 你可能感受一部分邪气 但是你一定得会留一部分邪气还在级表 会出现这种问题 这是为什么 这也是个难点 第五个 我们在学习杀人的过程当中发现 有的专家讲 桂枝汤属于汉法 有的专家讲 不对 桂枝汤属于合法 而且呢 讲合法 还有证据 因为张景原话当中讲过 以桂枝汤小合制 然后呢 我们又讲因为 讲调和因为 因此有的 有的是 这个大夫或者专家 就强调桂枝汤是个和解剂 那么我们得搞清楚 它到底属于汉法 还是合法 这也是个难点 一难性的问题 一共有这五个一难性问题 就是我今天晚上 要给大家阐述的 最重要的内容 最重要的内容 在讲这个难点以前 我们先把 桂枝汤方证的 大体的情况 我先展示一下 大家看 在实意当中 我不讲别的症状 什么是法日 乌寒 头疼 等等的 这些情况我都不讲 我就讲两个重点 就是 第十二条张文明讲的 杨福而阴弱 这是两个重点 杨福而阴弱 和五十四条讲的 阴弱而为强 就容弱而为强 概念是一样的 因为杨 唯就属于阳 阴就属于阴 容也属于阴 那么和阳腹 也就是微强 对应的临床症状的 就是法人 就是法人 因为本身就属于阳 微强就是阳气 浮生 就是微阳浮生 阴弱就指着阴 他的冰床表现 就是汉初 就是张志颖说的 阴弱者汉子初 就是因为 病机是阳腹阴弱 或者叫做 阴弱为强 所以呢 我们对 贵之汤正的治法 和他的基本病机 就用阴危来阐述 叫做阴危不合 那叫做阴危不合 你看麻烦唐 我不这样说呀 就贵之汤的病机 我们这样说 我们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张志颖告诉我们 你得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来理解问题 这叫阴危不合 好 这是十一当中的重点 我希望大家重视 下面 我这个方简 我这个方简 就是我对贵之汤的理解 和教材讲的不一样 我没有按照君寻佐史来进行解释 我是按照层面来进行解释的 也就是说 三层配武 我因为贵之汤的配武 张佑景非常清楚 就三个层次 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当然也是重点 这就是贵之汤和十二药在配武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药队子 就是队药 因为一个主阳 一个属阴 就一个属阳 一个属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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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两个药 是一个对药 是一个对药 而且是相反相成的对药 我们详细的解释呢 归之是新温的 这肯定是对着太阳表证 而设的 也就是说是去风解机 以调为 重点是在调为 烧药呢 是苦评的 那我这里面讲三连啊 苦评 我因为三连这观点是不对的 不合适 是调补医学 以合营 这样一来呢 这两个药 功能非常的清楚 第一个功能解机去风 就去外邪呀 你太阳病不是外邪吗 表证嘛 写起侵犯机表 第二个 那就是对着兵机 那就是调和英维 我因为调和英维更重要 我们好好体会体会 你调微得用阳性药 调营得用阴性药 这是第一个层次 两个 一个药队 就一个队药 那么桂枝汤 我因为啊 这是重点层次 这第一层次重点层次 最后过去打仗一样 桂枝汤 桂枝和少咬 在桂枝汤里面属于将军 就是带前面带头的 对不对啊 可是打仗 你不能过有将军 你还得有冰啊 对不对啊 因此呢 第二层次 就是冰 也就是生姜和大枣 佐助药 生姜 新温 佐助贵枝 大枣 甘温 佐助烧药 你看 一个是 佐助贵枝 一发汗结表 一个是佐助烧药 干什么呢 养阴 和音 养阴和音 因为大枣烧药 都是养阴血的 都是养阴血的 所以呢 第二个层次 就是生姜的大枣 这个非常清楚 也是个药堆子 也是个对药 也是个对药 所以呢 桂枝汤里面呢 第一个层次 一个对药 第二个层次 又是一个对药 又是个对药 最后有第三层次 那就是一个枝干草了 干什么呢 调药和中 这个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所以呢 我们理解桂枝汤 我以为呢 你就从两个对药上理解 你就把桂枝汤吃透了 一个对子 是桂枝 少药 第二个对子 生姜和大枣 一层二层 你就理解了 这张方子 他这个张努景这样配舞 他的目的是干什么 而且层次感非常清楚 主词也分明 主词也分明 我因为啊 这样理解桂枝汤 要比军神作使 要好一点 要好一点 因为啊 这样理解啊 一下子把两个要对子 一下抓出来了 两个要对子抓出来 这个是你对桂枝汤的理解 不太一样了 不太一样 好 这是关于实义和方解 这是两个内容 下面我再做一个总结 我再把它做一个总结 就是桂枝汤方证 它的特点 我们必须得抓住 我又问你 我说桂枝汤方证的特点是什么 恐怕你说不起来 我希望大家要重视 你看 我从五个方面 进行了总结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立法方要一线相关 这是张景六经辩证的一个重要的 是这个这个 产发六经辩证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所以我们学习上来呢 往往呢 一下子整体性就抓住了 整体性的抓住 因为我讲过这套方证的特点 必须是从这五个方面 脉症 病激 治法 防药 包括复法 这次比较完整 你看看这五个方证 很有意思 症状 最大的特点是汗处 病激 最大的特点是嬴弱 因为围强 麻烦堂证也围强 太阳伤害症也围强 而且太阳伤害症的围强 比桂枝汤症很厉害 因为它发烧更厉害 治法 合营 这是桂枝汤的特点 治法是合营 方药 烧药大草 这是桂枝汤里面最具有特色的两个药 最具有特色的两个药 服法呢 挫粥 麻烦堂 不用挫粥 桂枝汤 它提出 搓粥 就是你喝完桂枝汤 你还能喝一碗热西饭呢 为什么 这个教材都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你从这五个方面 症状 病激 治法 方药 服法 你抓住这五个药点 你就知道了 桂枝汤的特色 到底在哪个地方 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 这个防征特点 防征特点 这个柯英伯呀 清代上山主下 有一句话 我总结的真是好 他说 桂枝汤 外政得之 为解机和阴违 内政得之 为化气和阴阳 就是柯英伯 把这个桂枝汤总结了 这两个句话 总结得非常的到位 而且还给你提醒了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不要把桂枝汤当成一个单独的截表的方子 汤可以治疗内伤杂症 而我们真正 我们后世用桂枝汤 说实在话 我们在内上杂病上用的是比率 要比外板病要多得多 就是化气和阴阳 我们用的比解机和阴违要多得多 所以汤英伯的总结 非常好 好 我讲到这 这就是我把桂枝汤方正 就是包括是正 包括方 包括特点 我做了这么一个总结 做这么一个总结 就是大家看一看 我因为呢 这才是我需要抓住桂枝汤的重要的一个部分 重要的一个部分 好 下面呢 我在探 一难问题 五个一难问题 五个一难问题 你别以为 我今天晚上不讲桂枝汤的加减方 我就单纯讲桂枝汤 你别以为 这么简单的一个方证 你有什么讲头啊 你看 光一难点就五个 还有讲头啊 你别以为 哎呀 你看教材 桂枝汤多好理解 教材讲的多清楚啊 但是呢 有的东西呢 教材第一 没讲对 第二呢 不全面 看不全面 好 下面呢 我把这五个一难点 注意的做一个解释 给大家听一听 第一个 卖付款的含义 大家必须明白 这个缓卖 和我们后世 卖枕当中讲的28卖 概念不同的 概念不同的 你千万别 因为沙漢炼这个缓卖 就是我们后世的缓卖 后世卖相当中的缓卖 不是这样 这个缓卖 说句实在话 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含义 它是会紧卖相对而言的 就是和太阳伤寒症的紧卖相对而言的 它具有相对的味道 相对的味道 怎么相对呢 就是脉搏磨着没有紧相 不紧 那就是缓 就这个意思 那就是火的意思 所以沙漢炼的 太阳沙漢中风症的缓卖 其实就是和太阳沙漢中的 伏紧卖那个紧 相对而言 相对而言 张鲁景为什么要这样讲话呀 这样写文章 就是让你把这两个症 就太阳中风症 太阳沙漢症 做一个鲜明的对比 而且在脉相上 他得抓住他的要点 抓住他的要点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太阳中风症的脉环的环 和后世脉相的环 不是一个概念 主并也不一样 主并不一样 正因为这样 所以张鲁景怕你理解错了 理解偏了 他专门又写了45条 叫脉扶弱者 可发害也归之汤 我后面还要谈 还要谈 所以呢 归之汤正 真正的脉相 就真实的脉相 不是腹缓 而是什么 腹肉 腹注表 弱主须 表须症 这就是 贵之汤症的 概念 太阳伤害症是表示症 太阳中风症 就是贵之汤症 是表须症 他在脉上 讲得非常清楚 脉腹注表 脉弱主须 你看 所以我们在临床来见到的 归之汤 我们临床 包括内上杂病 我们摸到的 贵之汤症的脉 就是腹肉脉 就是腹肉脉 而不是腹缓脉 这个希望大家要重视 要注意这个问题 你得知道 张景在太阳中风症 讲脉腹缓 那是相对于太阳沙汗症 而言的 太阳沙汗症 真正的脉相 不是腹缓脉 而是腹肉脉 这就是一个难点问题 因为商人张景在写作当中 很多东西 他用了相对的 相对的写法 因此你必须得明白 那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比方说 质子吃汤 这张人讲虚凡 凡呢 都烦躁吗 为什么加一个虚字 就是相对而言的 你看 质子吃汤 治虚凡 质子吃汤 是负症的药吗 没有啊 那你怎么叫虚凡呢 你虚凡到底想 应该是个虚症啊 到时候的凡呢 就气血阴阳不足 到时候的凡 你怎么叫虚凡呢 但是呢 你从质子吃汤 这两个药上 你看出 他没有负症的药啊 因此你这个凡 你这个虚字 是什么意思呢 是相对无形之日 是相对有形而言 说的这句话 这就是商论 张晓晓在写作当中 大家要注意的问题 大家要注意的问题 有很多动作 它是相对而言的 你不能实实在在的去理解 那么你就理解错了 真东西你没有学到什么 好 这是关于外复缓的含义 这是第一个难点 下面我谈第二个难点 这也就是今天晚上 我这个讲座 最重要的一个难点 最重要的难点 这个难点和 传统观点 和 这个全国教材 讲的不一样 大家听一听 我给你做一个新的解释 给你提个启发性的东西 你仔细思考一下 仔细思考一下 就是 烧药是苦泻的 还是酸脸止汗的 因为我们教材讲的非常清楚 传统观点 包括全国教材 讲烧药是酸的 是脸汗的 是对着桂枝汤证 和思汗证 而涉的 而涉的 我给大家讲 这个观点 我以为是不合适的 不合适的 下面呢 我从四个方面 来进行分析 你得讲道理呀 你得讲不道理 对不对呀 尤其是 你对传统观点 教材提出意义来 那你一定得讲道理呀 一定得讲道理 我从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撒把根抓出来 跟草精 张景的 这个协作商人的 80多位中药 113两房子 他所用药的 基本的依仗 尊寻点 就是奔草精 就是奔草精 所以我们看一下 奔草精对烧药的论述 奔草精讲烧药 味苦 不是酸的 然后呢 讲了三大功能 除了补气 一气 那是指一阴气 下面讲的三功能 破音节 通宣 第一小便 来 你看看 破通力 这三个字 收敛呢 还是苦戏 你自己 你做不做吗 奔草精讲的 破 收 通 利 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 到底是收的呢 还是谢的 不很清楚吗 而且奔草精讲 烧药不是酸的 是苦的呀 说苦谢 这很正常吗 很正常 仔细考虑考虑 这第一个 我们把根抓出来了 把张文行 用药的根据 我们先把这个抓出来 看一下 跟药精 第二个呢 我再举几个金方 重点方子 我只要举了 三张方子 四张方子 第一个大拆户堂 利文用药药 大拆户堂是干什么 疏通少阳的重点方 它力量比小拆户堂还要大 就破解的力量更大 第二张方子 四尼散一共四个药 其中就有少药 四尼散是什么呢 气质阳瑜 用四尼散 书屑通阳 书屑通阳 阳气内瑜 我要给你打通 我要给你打通 要给你散开 用少药 太阴病当中两个方子 桂枝加少咬汤和桂枝加大王汤 干什么 治府汤 治府汤 这是用少药干什么 通罗之腾啊 通罗获血之腾啊 来我问问你 通罗获血之腾 是收敛还是戏 这很清楚吗 就是这三张方子 就大柴虎 四尼散 和桂枝加少咬汤 桂枝加大王汤 这三张方子的重点 都是在那疏通 都是在打通经络和契机 而不是收敛 而且烧药在这三张 在这四张方子里都是重点的 你能看出来 就是张中景的本意 他没把烧药当成一个酸脸药 酸脸药 而是把他当成一个苦泻药 好奔草经讲的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这是中景的原方 中景的原方 好我再举个例子 第三个认证的内容 内津 你肯定你会说了 内津讲的不很清楚吗 酸则收啊 所以说要是酸的 因此他就收脸之汗的功能 但你仔细打开内津 还有一句话 内津确实讲酸在收 但内津还有句话 酸酷永泄 酸酷永泄 你说 这不矛盾吗 你一句话说酸在收 另一句话说 酸还泄 这不是矛盾的吗 其实不是矛盾 我们把这两句话 饼排起来 内津的两句话 饼排起来 你会发现 这是肠变关系 就是我上次讲的 知肠大变 酸在收 讲的是药物的 酸味药的尝访 无味药当中 新开三口天 无味药当中 三味药的尝访 大部分三味药都是 收脸的 特别是五味子五辈子 这些药都是收脸 包括山鹰柚 金鹰子 这全都是收脸的 这个没错 这是讲的长方 但是三口永泄这句话 他又告诉你什么意思呢 内经讲 讲的是变朗 特殊青药 就是有的三味药 他不收 他反而泄 他反而泄 你不能要是思维僵化 你不能僵化的来理解 你得辩证的看问题 你得用知肠答辩的思维 来考虑问题 来映食药物的功能 这个药物的四气候 否则的话 你这个理解问题 就太僵化了 就显着上学 就显着上学 这第三个 这是内经 好 下面呢 我举例 我刚才讲的是少 对不对 我讲这三 认证的这三点 恐怕你心里面还不服气 心里面还不服气 你好想 我在临床上 我就是用烧药的脸汗 这三个药 三个药哪有不收 三个药都收 都收脸 来 我给你举个例子 山楂 酸不酸 肯定是酸的 对不对 你如果说山楂不酸 那你有病了 对不对 山楂肯定是酸 大家看一下 生三渣 活血化鱼 胶三渣 就是熟的三渣 消失化疾 来 我问问你 活血化鱼 消失化疾 来 你说这两个功能 是 是泻的功能 还是收的功能 来 你告诉我 这不讲非常清楚吗 这是泻的功能 而不是收的功能 三渣 最三的药 不收 而泄 这证明了内经讲的 酸酷永泄 这句话 没错 是没错的 是不是 你看这个很清楚 这个非常清楚 你如果说三渣不酸 你还真是有问题了 你也有问题了 所以大家看一看 这是一个 我再举 这是举了一个药的例子 我想再举个方子例 举什么方子例呢 烧一干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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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九条讲的 是治疗脚蓝脊 脚蓝脊就是 就是我们说的小腿抽筋 就晶蓝的 腿的肌肉晶蓝 汉代的脚 就是我们现在的小腿 烧一干草汤 两面药 烧一干草 治疗腿肚的抽筋 就是腿肚的肌肉晶蓝 你仔细想一想 治疗脊肚精蓝 如果手药是酸收的 你吃了以后 那个青蓝气不更加严重啊 因为青蓝就是肌脉的收敛啊 你还能用酸收的药来治啊 所以呢 我们对手药干草汤 我们要从标本监制的角度 来进行理解 也就是说 烧药和肝草 一个滋饮养血 一个补中一气 这是治疗 体现了补法 就是你这个 这个腿的精蓝 这个脚的精蓝 就是小腿的抽筋啊 是气血不足 肌脉失痒 所以呢 用烧药干草 不气养血 不气养血 这是治疗 第二个呢 烧药干草 少咬了活血通肉 干草能干火拦击 就是干什么 治标 这是个泄的功能 泄的功能 这干草还有活血通肉的作用啊 干草还有干火拦击的作用啊 你看这两个药 这是治标的药 但这两个药就体现了泄的功能 所以我们从烧药干草汤 我们都可以体会出来 讲烧着酸脸的 非常不好使 非常不好使 在理论上 在理上 就是道理上 是讲不通的 是讲不通的 我从这四个方面 做了论证 做了论证 我下面再给你举个例子 再举个例子 你看下面我有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就是这个 就是归之汤这个少咬 到底是养阴喝盈呢 还是酸脸之汗啊 我们得好好来理解理解 下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举什么例子呢 就我大师兄 王贤露教授的例子 我大师兄 我上次讲到讲了 这是第四届国业大师 四届国业大师 我们俩呢 是第一届的生育论研究生 是山东中央大学 许我先生 第一届就是我们两个 这个当时呢 答辩的时候呢 是我们第一届毕业 当时呢 请的答辩 这个专家呢 从外省请了两个 著名的杀猎专家 北京中央大学的 刘杜周教授 南京中央大学的 陈一仁教授 我们本校是三个 就是徐国谦教授 李克少教授 和周思青教授 一共是五个人 组成了答辩委员会 刘杜周教授 是诸位 答辩委员会 当时呢 这个 我这大师学问王兴露啊 他写的论文呢 就是论烧药 那就是讲烧药 他一反传统观点 他讲烧药 第一 烧药不是酸的 是苦的 第二 烧药不是收敛的 是苦谢的 那是苦谢的 他用了 大量的古代的论据 和张之景的论据 来进行认证 来进行认证 结果呢 他是不是 反传统反教材的观点 结果呢 这个 刘老 和陈老 是不同意这个观点 不同意这个观点 当时啊 问了很多 刘老 陈老 问了很多的问题 因为 我这大师兄啊 脑子非常快 也不停的回答 不停的回答 到你知道 问到最后 刘老 原先一致是围绕着柜子堂里 问你 后来呢 这个这个问着问着 这个这个我大师兄啊 不停的 是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最后呢 你知道刘老 怎么问呢 刘老说 来 你给我说说 麻麻糖 为什么不用少药 就刘老 我麻麻糖搬出来了 搬出来了 刘老的意思非常清楚啊 麻麻糖 张文景在麻麻糖 之所以不用少药 就是因为太阳伤寒症 麻麻糖不知道太阳伤寒症吗 太阳伤寒症无汗 因此不需要用少药 去收敛止汗 所以张文景在麻麻糖中 不用少药 这是刘老的本意 刘老的本意 结果呢 我大师兄 就直接回答 回答就是我和我前面讲的 基本道理是一样 用少药 不是收敛止汗 不管麻麻糖症 太阳伤寒症 有没有自汗 关键是 太阳伤寒症 赢不弱 他不像太阳伤寒症 赢弱呀 赢不弱 因此不需要用少药 来养赢 和赢 就养血 养赢和赢 我大师兄 写着呢 就给他事 就这样回答 最后呢 又要是 这个问答得非常激烈 那是我可以说 后来 后来很多年以后 我想起来玩 我一直讲 这是研究生答辩 最激烈的一次 可以这样讲 最后啊 这是 刘老 是这样问问题的 你看 刘老 就不问 贵着汤了 把麻麻糖都搬出来问 我大师兄 你知道吧 最后 拿起一本书来 刘都周老出版的第一部书 在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刘老的临床非常好 而且刘老很善于经方来做临床 刘老在29条烧药干草汤的后面 他专门辅了一个病例 就用烧药干草汤 治疗什么 治疗一个病人的锅窝聚筋 就膝盖后面的锅窝 起了个大 起了一弹筋 聚在那个地方 那个腿伸不直 不能走路了 叫做锅窝聚筋 结果刘老 用烧药干草汤 积附 就解决问题了 接着把那个筋都打通了 筋脉 那个聚筋那个大疙瘩 就给输通了 接着呢 治好了 结着治好了 我大师兄 拿着刘老这本书 他说 刘老 你这本书里面 记载了一个病例 烧药干草汤 治疗锅窝聚筋 锅窝聚筋呢 一个大个大 聚在锅窝 腿伸不直 你几副烧药干草汤 治愈了 聚筋了 如果烧药是酸脸的 那么 不越聚越厉害吗 之所以烧药管用了 把那个巨金 那个大疙瘩给他伸展开了 没有了 那就是烧药的苦泻通罗作用 这是拿着刘老的写的东西 来回答刘老的问题 来回答刘老的问题 说句实在话 我在下面坐着听 我都把我紧张的 那也是夏天 也是热 我身后都出汗了 我告诉你 我确实还是真是紧张 真是紧张 当时那个 那个答变的 那个激烈程度 非常的大 但是说句实在话 我是支持大师兄 这个学术观念 我认为呢 烧药不是酸脸 也在规则汤当中 也不是止汗 而是干什么 而是养阴和阴 养阴和阴 下面呢 我还要做一个论证 就通过我的一个物质 我还做一个论证 就是结论的第二条 你在临床上碰到 不出汗的桂枝糖症 就这个桂枝糖症 非常清楚 是桂枝糖症 但是呢 不自汗 是明显的表虚症 或者阴阳两虚症 我问问你 你这个时候用桂枝糖 他没有出汗 你少咬 倒是用还是不用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如何认识 少咬在桂枝糖中的作用 而且最主要是 张景的本意 到底是什么 是养阴和阴呢 还是收敛之汗 我们必须得理解透 你如果不理解透 在临床上 你甚至会出现问题 在运营当中 你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 尽管是个 大家都知道的桂枝糖 但是呢 你理解上是有偏见 而这个偏见 与你没关系 教材就这样讲 下面呢 我在谈 临床的问题 再谈第三个问题 后面我病例上 我还再继续说这个问题 下面我看第三个难点 解击 是什么意思 因为第16条 张景说了一句话 说 桂枝本位解击 若其麦夫锦 发热汗不出者 不可遇之言 你看 麦夫锦 发热汗不出者 这不是麻烦汤症吗 那个意思 张景这段话的意思 非常清楚 桂枝本位解击 是讲的 桂枝汤 桂枝本位解击 如果是太阳伤寒症 麦夫锦 发热汗不出 不太阳伤寒症吗 你不能用 不能用 那么 那这句话 到底什么 麦夫锦 发热汗不出者 这个太阳表证吗 为什么这个太阳表证 不能用桂枝汤啊 张景说了 桂枝汤是解击的 不是解表的 不是解表 那你肯定要问了 这个解击和解表 还有区别吗 张景景告诉你 有区别 有区别 不一样 我下面大家看 我在下面列了一个 两个条 在五脏当中 和五体呢 是有相应的 这个内景讲得非常清楚 肺 主皮 主表 主尾 所以呢 这个围墙 是讲的 这个 水煮鸡呢 皮 皮煮鸡肉 与婴关系密切 而桂枝汤呢 是婴肉 婴肉 正因为桂枝汤 是针对婴肉 而设立的一个方法 特别是方法里面的 烧药和大草 就是对着婴肉去的 所以呢 张景景说 桂枝本位解击 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一个桂枝汤里面 这句话的原意 我可以解释 就是桂枝汤里面有烧药和大草 所以桂枝汤有解击的功能 解击的功能 不是一个单纯的解表解皮 邪气的一张方子 这就是桂枝汤 祖法的特点 你明白了吧 解击这个含义 就是这么一个含义 也就是说邪气侵犯到皮 里面了 侵犯到鸡肉了 这是一个含义 第二个含义呢 这个解击和解表 麻麻汤汤的解表 又具有相对性 因为表和机 围和盈是对应的 就相对的 相对的 我刚才讲的相对性的问题 你看这里明显的相对性 明显相对性 麻麻汤汤和桂枝汤都知道太阳病 表实症 伤寒症用麻麻汤汤 表实症用麻麻汤汤 解表用麻麻汤汤 太阳中风症用桂枝汤 表虚症用桂枝汤 解击用桂枝汤 你看 两个汤分得非常清楚 你得知道 他得要是 敬畏点到底在哪个地方 敬畏点到底在哪个地方 这我希望大家注意 我希望大家注意 这就是第三个难点 就解击到底让你说这句话 是个什么意思 你把这个理解了 你就理解会这汤的祖方了 会这汤配武了 你看配武的特点 那也是少一汤打算 这第三个难点 下面我在谈 第四个难点 明明都是罚汉去携方子 不管麻汤他也好 还是贵子他也好 都是罚汉去携 但是张景为什么强调 不可如水流利 并逼不除呢 就你不能发大汗 你不能那个汗滑滑的 就和流水一样 你要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能理解 你伤症了 这个我们很好理解 因为汗是今夜说话 你伤症了 但是你怎么能够 并逼不除呢 这个还是很难理解 你发汗就是为了去携 你出大汗不携去的更快吗 不 发大汗反而并逼不除 它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去携不宜太极 你如果太极了 会导致什么 药过病所 就药 我迅速地通过病所 结果呢 你去了一部分邪气 一部分邪气 让你赶出去了 但是呢 你走了太快 因此呢 有一部分邪气 留下来 叫做去携不禁 击不禁 你得理解 张景这句话的含义 你把这句话的含义 和张景的试早汤 大写熏丸 甘草谢心汤 甘草父子汤 你把他联系起来 理解理解 你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呢 张景告诉我们一个缓制法 就是一个基本原则 就有些邪气 我们一去邪 你去邪 最快 踩最好 但是张景告诉你 不行 有些邪气呢 你的缓去 你不能着急 你要湿早汤 用大枣 我们教材往往讲 用大枣是保护正气 其实呢不对 没说来点得上 张景用大枣 就是缓制 防止邪恶病所 你看大显熏丸 大显熏汤 是泻 胸水 对不对啊 但是呢 有的事物的张景说 你要用大血腥玩 玩技 和汤技 最大的区别 汤者当然也 玩者还 也就是说 张景在大血腥玩 在激情上 体现 缓制法 所以呢 缓制的这个制法 是张景的临床的一个 我希望大家能引起重视 因为我们教材呢 往往呢不讲这个问题 就没把张景的本意 给提炼出来 给提炼出来 说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临床去协 我们都着急 哎 这人去协气病了 去的协气 去的越快 病好得不越快吗 即使不行 有些协气呢 你还真不能按时着急 还这么着 着急之后呢 往往导致呢 去协不进 有一部分协气 会溜在体内 溜在体内 所以缓制原则 也是张景 中景之法之一 我希望大家能够重视 大家能够重视 你看我们现在呢 用中药 挑理体制性的问题 挑理啊是 这个这个这个 一系啊是 慢性病 等等 我 反正我在临床上 最喜欢用的 不是唐疾 而是 玩疾 高法 在急性上 我就向中景 增询中景的本意 来体现一个缓制法 这样的病人呢 服药方便 花钱还少 还适合病情 还适合病情 所以我希望呢 大家理解一下 张老总这句话 就是 为什么大汉 为什么说病理不出 这个是什么道理 希望大家能重视 希望大家能重视 好 第五个 一难点 一说起 桂枝汤 有的呢 医生就说 桂枝汤是法汗剂 但是 有的医生说 不对 它不是法汗剂 它是和剂 就是和解剂 又呢 你又争认起来 就很麻烦 有时候呢 就是说不清啊 说不清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呢 也提出来 讲一讲 我从四个方面 谈一下 我的这个厌史 第一个呢 英国关系 是通过发汗 来调和英为 也说通过汗法 来达到和的目的 所以因此呢 你要从根源上讲 发汗剂 和这是汗了以后 发汗以后的目的 就是达到了目标 达到了目标 但是呢 它是发汗剂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从主治症候上讲 它是知道什么 中风的表证 太阳中风的表证 治疗表证 内经讲得非常清楚 是在皮质汗而发质 而不是和 对不对 不是和质 而是汗而发质 因此呢 从内经的理论上讲 它属于汗剂 发汗剂 第三 你讲和法 我们得明白 和法呢 有广义侠义之别 因为我们所有的八法 最后达到的目的 就是阴平阳密 就是阴阳 飘和呀 平和呀 对不对呀 所以我们不可以 把所有的八法 都可以作为大和法 但是呢 真正的和法 是指什么 虾意的小柴骨堂 那是治绍阳病的 主方 病在绍阳 绍阳 属于半表半理呀 那才体现了 合法的含义 真实含义 合法真实含义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理解 第四 因为有一次在讨论当中 有一个 还提出来了 把张景的原文提出来了 用原文来批驳我 他说386条 张景说了 一龟之汤小盒子 那么言外之夜呢 就是张景的原意 龟之汤就属于合法 当时呢 我给他讲 我说不 张景讲一龟之汤小盒子 那个本意是小制法 小制法 那个本意不是合法 你别这样理解问题 你要这样理解问题呢 就是我们有一句话 叫读书死一句下 你就会犯这个错误 犯这个错 所以我希望大家注意 从这四个方面 我的观点 因为我讲 龟之汤 就是属于什么样的 一个方计呢 法汉计 属于法汉计 这实际上是 第五个争论性的问题 第五个争论性的问题 好 这是关于理论上的分析 我就谈这么多 下面我具有两个病例 这两个病例呢 特别是第一个病例 我就想说明 我讨论的 这个难点问题 这是我物质的一个病例 这是一个老年妇女 当时呢 这老太太 竭近七十岁左右 感冒了 上边诊事告诉我 大夫我感冒了 昏身难受 就三处不适 头昏 鼻子不透气 也不出汗 嗓子也不舒服 因为他岁数很大 你磨着 卖包不服 就是沉弱卖 卖包弱 当时呢 我一看 特别是嗓子 非常不舒服 我就按照惯性思维 准备风热感冒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 风热感冒 见的最多呀 我就给他开了 三副 结果呢 第二天 我坐这 我刚坐下不长时间 你家老太太 就上面枕上去了 她把剩的药都带着 过去了 然后呢 对我说 大夫 你有开的房子 昨天给我开的房子 我就喝了一碗 那碗还没喝 哎呀 我喝完了 好难受啊 我问的是哪难受 他说不 他说不出来 他就 就是昏身上下 很难受 饭也不想吃 叫又睡不着了 叫又睡不着了 这下子 让我 这个 感到很难受了 我也难受 为什么我也难受了 你就是个感冒啊 我就给你那瓶酱伞 怎么还到这个地步了 来 坐下来之后呢 我就详细问问题了 这一问我才发现 才问出来 因为这个老太太 有红白狼肠病史 平时呢 免疫功能低下 也有体质 非常的弱 就是我们中文讲的 阴阳不足 阴气阳气 阴阳两须 那么这样的感冒 应该属于虚晕感冒 应该属于虚晕感冒 当时呢 我问了一下 详细情况之后呢 我一下想起来 不是一脚散症 是归着他 我是这样啊 我就给你换个方 就开一副药 你先吃一副 别吃多了 接着呢 我就开了一副过日汤 一副过日汤 喝完之后呢 明显的好转 我接着又开了一副 一共两副 第二副喝完了 这个感冒彻底好了 老太太说 还真舒服 你后面这两副 要真舒服啊 真舒服 这个病例 让我反思了很长一点 我给你诊位 银翘散症 这位银翘散症 当时想 风症感冒 占的比重非常大 再加上他嗓子不对劲 所以呢 我给你诊单位 银翘散症 我不可能想到贵制汤症 为什么呢 他当时还不出汗 他又是说 证法性出汗 有时候我可能会想到 哎呦 你别说贵制汤症 因为他无汗 他无汗 这个病例 森严不出汗 但是呢 他却是真实的一个贵制汤 贵制汤症 那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你临时碰到这种 不出汗的贵制汤症 你说 你开贵制汤的时候 需要烧药炼汗吗 你是去烧药 还是用烧药 因为教材讲的 教材给你讲的很清楚啊 贵制汤里用烧药 酸脸治汗的 这老太太不出汗的 你治的什么汗呢 你恐怕 你要去烧药 但你如果真正理解 烧药在这里 不是酸脸治汗的 是养阴腹症和阴的 那么你不会去烧药的 你肯定还要用烧药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大家看42条 张景在42条 讲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思路 可惜呢 我们很多人呢 没有理解这一条 张景四周来讲 麦福若是当于汉界 一归之汤 你看 他没讲症状啊 他只讲麦福若 讲了一个外相 讲了一个外相 而且呢 不讲症状 也没说自汗 也没说汗处 那么 张东景为什么要写个四十二条 为什么要写这句话 我们必须得理解透 这就这一条条的 到底他的营养在何在呢 就我们从这当中呢 能吸取什么样的营养呢 能吸取两个营养 第一个 我们知道了 太阳中风症的卖相 就是桂利汤症的卖相 是卖福若 那个福怀 是和太阳沙瀚症的父亲 相对而言 我们真正见到的卖相 是福若 这第一个 我们要理解 第二个 张景不讲症状 光讲卖相 最后还说 当一汉奸 当一汉奸 这句话 我们可以 从这当中 体会是什么东西来的 体会是说 不管有汉还是无汉 只要是卖福若 我就应该用 桂枝糖 用桂枝糖 这提示了 张景不思念在正条文上 没讲四汉的问题 但是呢 他提示了一个变法思念 一个变法思念 因此呢 我们把四汉套 展开了 体会体会 把张景这两个内容 说不透 我们就发现了 桂枝糖的少药 是养阴和盈 而不是收敛致汗 就算致汗 我希望大家 这是我的物质的一个病例 我再再讲出来 我希望大家 从从这当中 吸取教训 吸取教训 他真正 要我们理解了 我们应该如何的理解 桂枝糖 桂枝糖症 第二个病例呢 只是证明了 稍微的苦血通锣的功能 这是一个 一个姑娘 学舞蹈的一个姑娘 她那个左腿 受过 有车祸 受过伤 她学的是舞蹈专业 不是每天跳舞吗 结果呢 因为跳舞跳的太多了 复发了 复发之后呢 她是星期天上 上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超市 去逛 结果呢 回来呢 走不动了 就是酸疼 不能走了 而且呢 那个腿啊 很难伸直 很难伸直 同时呢 平时啊 怕冷 而且呢 一跳舞 很出汗 我摸着 外面也是细的 但是呢 她开始没找中医看啊 因为现在年轻的吧 她不会吃中药啊 她不想吃中药 她到医院去 到西医院去 结果西医院进行的国重检查 什么没查出来啊 啊 就是没有异常 没有异常 最后呢 她就到中医门检察去 找中医了 找中医了 当时我给她诊代 是 这个孩子 虽然是个年轻的 一个女孩子 但是阴阳两须 血落不通 鸡麦兰检 鸡麦兰检 我用的是 桂枝加烧药糖 说白了 就是桂枝糖 和烧药甘草糖的 一个合法而已 当时我用的 赤白勺 隔20块 量非常大 烧药成为军药 军药 当时我再给她 拍了三副 我说你试试 结果呢 三副 写着呢 两套腿 很舒服 两套腿很舒服 走路 很好很好 后来专门到门枕上 跟我说 跟我说 我给大家讲 一共就三副药 这个病例 给我们提了什么问题呢 我的思路非常清楚 我是用烧来养阴 和盈 烟药呢 通了质血 通了货血 通了货血 但是仅仅三副 就把这个腿 给它缓解了 如果单纯的养阴 不会这么快啊 它显示了一个 什么问题呢 你看我用的吃草 和白草 它显示了 烧药 确实像奔草经 讲的那样 苦血通螺 获血 化育 这才是 它最重要的作用 也说 它是苦的 它不是酸的 它是泻的 它不是酸的 它不是酸的 我希望呢 我今天把这个观点 讲出来 我希望大家 能够 能够理解 能够理解 我讲的和教材讲的 不一样 我教材讲的不一样 说今天呢 关于贵制汤的 加减方 我不谈 我就谈 贵制汤 单纯这个贵制汤 我们如何的来理解它 包括贵制汤的祖方 包括贵制汤症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 这样的理解以后 我因为呢 有助于我们的 整段太阳病的理解 因为咱们对面 还牵扯到阿满汤 还牵扯到阿满汤 因为是一个相对的 是个相对的 所以呢 今天呢 关于贵制汤 对疑难问题 疑难问题 疑疑临床问题呢 我就探这么多 这个 希望能引起大家的 注意 用我讲的和教材讲的 不一样 我教材讲的不一样 但是你不用 我的意思也不是说 你们都按照我的思路 来考虑 不不不不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多为的思考问题 多为的思考问题 我因为你 你只有理解对了 那临床上 你才会活用 为止疼 否则的话呢 不行 那个 那个收敛之汗 一下子把你死 你的病症之死不呀 一局限死了 一局限死了 非常的 非常遗憾 好 今天这个讲座 就到此结束 我看看有什么问题 非常感谢江教授 带来如此精彩的课唱 同学们有没有问题吧 可以在讨论期向江教授提问 还行 没什么问题 可能 同学们有没有问题 应该有同学在 应该是不是在打字 看来大家学的都很好 有了 咱们 陈先生看得见吗 我看有一个就是男性76岁 一出门就洗小便 我给你讲 这个呢 这么大岁数是男性 小便出这种问题 是前连线肥大 前连线肥大 然后呢 前连线肥大 再加上肾虚 因此呢 你要注意 一个是要控制前连线肥大的问题 第二个呢 要不肾 这个强化气 不肾收敛 或强化气化的问题 这条前连线肥大 我也快给你提醒一下 有两个重点药 一个是刘基奴 我喜欢用的药 一个刘基奴 这个重点在三节 第二个呢 虎杖 虎杖 如果是一出门 就想小便 那么之后有些女 特别是女的 女的因为有个特点 是吗 一咳嗽 尿都出来了 控制不住 这都属于肾虚 还有男性老年人呢 小便控制不住 尿很多 或者是尿完了 踢上裤子 哎 尿又出来了 都尿到裤子里面去了 这些都是肾虚 顾设功能不足 这个说犬玩 是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思路 最基本的思路 这个希望大家注意 我们在临床了 一个是女的 一个是男的 都是老年人 都是老年人 女性更年期 综合症的出汗 我说一下 女性更年期 综合症的出汗 有一些呢 你可以用桂枝汤 来进行治疗 因为女性更年期以后 往往是阴阳两虚 你完全可以用桂枝汤 因为 可以把讲得非常清楚吧 内伤 你可以用着来 化气调阴阳啊 这个没问题 但是你要注意 有好多女性的更年期 的出汗 也与气虚 富表不顾 有关系 还有这个因素 也就是说 如果有这个因素呢 那么 你不能光 只用桂枝汤 你得用黄旗 治黄旗 付小麦 端龙木 这里得要 否则的话 因为妇女呢 在更年期当中呢 确实呢 有很多的出现自汗症 一个是自汗症 一个是情绪方面 有问题 另外呢 这个大小便 有问题 就肾虚 有些是问题 说这个 你可以用桂枝汤 没问题 因为这里面桂枝 还有个作用 气化 帮助你气化 因为好多的老年人 不管男女 小便出问题呢 也是气化功能时常 导致 这个是没问题 用桂枝汤也是 但是大多数呢 你要注意 得用黄旗 付小爱 端龙木 甚至麻黄根 这种骨气 然后呢 得收 这个真是收敛之汗 但是少要不是收的 那我来看 贫血 这个 这个问一个 贫血 摄白 摄下于 一气级 辅量下力 这个呢 是气血两虚症 这个要注意 它是气血两虚症 这个应该是 八枕汤 和上 这个 这个 富林白猪汤 应该是 八枕汤和这个 配起来 或者私生丸配起来 来进行治疗 这个不是贫血汤的适应症 来我看看 这个好 他问12岁小孩 每天打喷嚏 谈多 这最近太多了 天气一凉 这小孩子们呢 这个过敏性 其实是一个过敏性的鼻炎 过敏 我给大家讲 可以用贫血汤 作为基础方 来进行治疗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你不能光用 这个 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过敏性鼻炎 它有过敏性的一个情况 贵之汤也可以治过敏 这个没问题 但是呢 这里面呢 你还得用一点 这个专用的 治疗鼻炎的专用药 不要清一花呀 苍日子啊 蝉蜕呀 防风啊 你还得 在贵之汤的技术上 加上这点药 但是你可以用贵之汤 为什么呢 因为贵之汤里有个贵之 因为现在呢 最近这些日子 这个小孩的这个 过敏性变特多 就是天气凉 这个人空气一次击 截着呢 就造成问题 可以用贵之汤 这是没问题的 这是没问题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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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如先接接呢 不谈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啊 可以了 就这么多 最主要是三个 啊 哦 哦 哦 感谢观看